OK,我們今天終於來到加法了 那加法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 就是這樣的 例如 我有四個蘋果 另外 MISS又多給我五個蘋果 那我總共有多少個蘋果呢? 對,加法就是這個 實際的例子,我們看看這裡 例如 我今早早餐吃了四顆糖 一、二、三、四、四顆糖 那我午餐又另外吃了五顆糖 一、二、三、四、五,這裡五顆糖 那我一共吃了多少顆糖呢? 那我們就可以數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共吃了九顆糖的 那所以這條數 四加五 就是等於九了 行不行? 如果我們用另一種方法去理解 我們不數糖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用數族的方法 例如我今早早一開始 什麼都沒有吃 那肚子是餓的,那當然是零啦 然後我早餐吃了四顆蘋果 那開始數了 一、二、三、四 那早餐呢,我就在這裡吃了四個蘋果 那五餐我吃了五個蘋果 那我們又數了 一、二、三、四、五 那最後呢 那我們最後呢 就得出一天吃了九個蘋果 那四加五 一樣是等於九的 OK,沒問題的話 我們去到下一條 三加七是什麼? 那一開始 一開始呢 三就是這裡 三 那開始數七步了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第七步 咦 我們來到這裡 那呢,下面指著十 那所以呢 三加七 就是等於十 這個就是這一條的答案 那我們再來多一條 六加八是什麼? 位 那我們開始數了 首先畫出六在哪裡? 六在這裡 那加八了 我們要看清楚 因為這條數字有點古畫 那呢 就是每一個空格 這裡 對啦 到這裡 是兩格的 那 而 由這裡到這裡 中間一半的位才等於一 那我們要數得小心一點 就是二了 六 加八步 一步 兩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七步 八步 在這裡 那呢 我們得出十四 所以這條的答案就是 六加八 等於十四 OK OK 那講完三條例題呢 那其實 如果大家做得多的話 甚至連 這一條數族 整個用數族的方法 就是好像我們之前 又畫蘋果 變成數族 那之後再下一步呢 就變成什麼都不用數族 那怎樣可以這樣做呢 就是有一個加法的表 這個就是加法的表 這個就是加法的表 這裡寫了一個加字 加法的表 那怎樣用的呢 例如 好像我們看回 之前那一版 六加八 這裡是六加八 那怎樣看的呢 我們首先在左邊找出六 然後上面找出八 那我們先拉一條線下來 對了 六的這一欄 還有八的這一欄 我們畫著它 那看不見到這裡雙膠的那個位 用另一隻顏色 雙膠的這個位 對了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答案 那就是十四了 那所以在旁邊寫 在下面寫 所以六加八呢 就等於十四的 沒錯啦 那如果 那如果 我給過一個 沒那麼花的圖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的 那呢 就希望大家多多練習 那就 只要大家多練習的話 那很容易這些數 就會全部寄進腦了 那 那 為了 令到大家 快點 完成這個步驟 那我們 這次 跟平時一樣 我們有 做幾條練習給大家 對了 那大家有興趣 下面 下面我都 這次有 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 計算到這個答案 那 可能不夠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那就要看 上面這一版 sorry 上面這一版 看 如果不夠用的情況 由於下面這裡只有十 那如果不夠用的情況 那大家要看這一版 對數字 對 或者如果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就 記了這一版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 現在螢光幕見到的這九條數 OK 今天講到這裡